周末喜洋洋,吴志洋上场,敬请收听 周末喜洋洋,我是吴志洋 每周六下午四点与您在空中相会 和您分享各种新鲜事 让您周末下午不会再懒洋洋啰 大家好,又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最希望就是促成家庭的生活 不过现在你因为工作念书等等的原因 可能都很久没有跟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坐在一起吃饭聊聊天 其实吃饭重点不在那个饭 还是一起分享的那种快乐跟情感 如果是有这种状况的话 常常都是要过年过节才有回去跟他们做伴的 那么一次一年,甚至一年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 不过现在有科技可以帮忙了 现在其实通讯软体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我们滑一下手机就可以视讯通话 可是这个对年轻人是很简单的 老一辈的人你要在那边Facebook什么 Line这些东西 甚至视讯通话 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有点困难 所以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常常人在他的旁边 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他觉得你的存在呢 你想念他的时候 随时可以保持一个 可以看到对方呢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 这很难得 他本来是Marble 其实是Marble 就是马博科技的执行长顾伟洋 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从科技出发 把原来认为会把人跟人拉得越来越远的科技 他利用科技把人拉得越来越近 所以他的整个创业就环绕在这个 怎么样让亲人之间更亲密 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那大家都思念亲人 要怎么样让这个成为一种商业的模式 这个是只有我们的韦阳他们想得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韦阳帮我们分享 他所观察到的 引发足他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好 韦阳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我是马博科技的负责人顾洋 你这个马博 英文叫M-A-B-O-W 其实我一看就知道是妈宝 妈宝 当初会取这个是想要让妈妈可以看到他的宝贝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叫妈宝 对啦不是在亏这个年轻人是妈宝 是大家真的都是妈妈的宝贝 不管你长多大了 成年了 你就是妈妈的宝贝 那妈妈会想念他的宝贝 怎么样让他们妈妈跟宝贝 好这就是你的创业 可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体会这个引发足有这些需求 你自身的体验 我主要就是一开始大概七八年前 我奶奶有一次母亲节 然后想说我要送她一个礼物 她已经快90岁了 然后那时候送她礼物 我就在思考说要送她什么 那我先想说给她钱 可是其实我奶奶已经钱都不知道丢到哪 她已经不太能确定那是钱 有一点点失智 那想说请她吃大餐 可是她其实那时候是鼻慧馆 就是喝一些雅培 她已经没办法真的吃东西 也没牙齿 那我说哇好难过哦 你要让一个人开心怎么这么困难 就是你想帮她又不行 就算你有时间 那我就问她说 阿嬷你想要什么 那阿嬷说她想多见到我 那我就吓一跳 就是哇那么简单 但是却平常没办法达成 因为那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月两个月回家一次 然后被阿嬷这样一讲 我就想说好增加时间回去 可是其实阿嬷还是觉得不够啊 就觉得很少很久没看到我 那这世界那么发达现在 那很简单 我就要使用Skype或Line 那我叫她用 可是我奶奶连拿平板 一开始就把镜头挡住 就是完全不会使用 然后她就是很害怕 我刚才讲我教你这个科技 都还没开机她就很紧张 然后只要平板没电 她就以为坏了 就打给我这样 那她学的时候 我看她越学越痛苦 后来很可惜就是 还没学好 就是就去世了 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 后来我跑去那个长阳生村 因为我家住桃圆桂山 那在那附近 然后伊甸基金会当志工 那主要就是教人家 怎么使用Sky产品 那我发现 很多人跟我奶奶一样 对我就在教他们 那我发现跟我奶奶一样 因为像长阳生村 有很多华侨的 他们其实很多子女在国外 他们也想要学视讯 看到他们自己原方的 美国或哪里的儿子 那我教了过程中就发现 真的大家都跟我阿嬷一样 我觉得很简单 滑一笑 你们怎么不会 可是他们就是很容易按错 而且要记都会记错 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从小开始 对 就是你不是生在那个时代 那套逻辑 完全跟你的脑筋想的东西 是不一样 对 不过他们应该按遥控器 是很厉害的 对 因为那时候发现 我在客厅的时候 对 滑鼠一拿到 不太会 那那个平板有时候触感 我发现他们的手 就是那种触感也不太会 不太会操作 那我在客厅发现 他们就是大厅 用电视都很厉害 对 所以我现在常常开玩笑说 因为我们一个月会有两场社区活动 我会问说 请问有多少 爷爷奶奶你们会使用 3C产品 那举手的很少 可能一两个 说他会用iPhone 可是真的你到他面前看 他也是骗你的 那 我有时候问说 那你们会不会看电视 他们会生气 你才不会看电视 谁不会看电视 所以我当初就想说 好 那我先从电视出发 从他们会的东西 对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很久 我们要用的东西 对 而且很多爷爷奶奶是家中一定要 电视一定要开着 没电视他就会崩溃这样 很多是这样 那 好 我就想说从电视出发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机上盒 所以我开始创业 其实是从这个开始的 就一个马佛任一门 然后装在电视上 那他就可以很简单的 用遥控器转到某一台 譬如说 他最喜欢看民事 那第五台可能就是他大儿子 第四台是小儿子 那他只要按个绿色键 播出去 就可以播到我们年轻人手机的APP 然后直接接起来 那我们打理他更简单 就是我们 从我们APP打进去 然后他电视用在看 譬如说 飞龙在天就 铃铃铃进来 那长辈只要按个绿色 就他就吓一跳 就是 就跳到那个画面 对 就科技就是这么简单 对 那后来 但是当然是后面你把它 当然当然 我先把它弄好 都先设定好 让它画面一模一样 不会有那种 还要改变或不适应 那后来发现 有些人就是 没那么有空陪伴视讯 所以我后来做了照片跟影片 就是你可以从手机这边 传照片到电视的某一台 所以奶奶只要常常转到 譬如说第四台 就是可以一天到晚看到 孙子跟你的照片 那第三台就可以看到影片 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把对 原来要用手机或平板 操作的 这种生意的感觉 就把它变得最简单 变成电视遥控器可以控制 所以 你的某一个儿子 某一个孙子 就是某一个频道 对 你就想到他上电视 看三台 看迷失 看哪一台 对 然后就是到那边就自动会拨打 对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服务 很简单 就让他们可以直接 他们都很惊讶 就说哎呦怎么 这么简单就上电视了 这样 然后就开始不会害怕 就开始想多一些尝试 这样 我觉得 先从一个最简单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有点 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是工程师背景 所以刚出来做这个 我们会有点 陷入一些迷失 就想说功能一定要多 所以一开始 我也是加了很多功能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在介绍功能的时候 长辈都睡着 所以其实做 长辈的东西 其实你要减法设计 不要做那么复杂 我一开始 我做KTV 就是你按锦02蔡琴就会跑出来 我直接连YouTube 然后按锦03就干嘛 然后还可以传email 然后还可以 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紧急设定 反正我那时候觉得 功能太多 我在介绍的时候 都没人听得懂 然后后来我发现 我全部拿掉 就只留视讯跟照片影片 反而卖的比较好 就是最基本的需求 对对对对对 其实像家里面 常常家里有那些 弄的音响 对 常常长辈 我只是想唱个歌 到底这么多机器 哪几个 要按 对因为有些现在 已经太多功能 然后VDO按 视讯源要按哪一个 音讯源要按哪一个 有时候我到别人家 我都不太会 我一直都从来 然后气得要死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给他们最简单的 对 最简单的 好那你是跟长辈的 相处过程中 知道他们最希望的礼物 还是看到自己的小孩吗 对不对 对对 我发现要有动机 不然他们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在做音法产品 都会讲说 长辈怎样怎样 那可是其实长辈都是因为 他可能是想有陪伴 就像你刚才一开始 讲的吃饭的过程 其实他不是要吃饭 是想要跟你坐在一起 就这有个笑话是 人家讲那个血压机 就是他买一个 云端血压机给长辈 他两碗就传到FB 可是平常长辈也是要凉不凉 那子女就说你一定要记得凉 可是长辈还是不太理他 可是有一次长辈偶尔凉了 发现血压很高 很多子女都打给他跟他聊天 他就故意把血压值用很高 因为他想要让大家 就是打给他 数据造假 数据造假 可是重点是因为他想要那个关怀 所以我觉得很多次你要把那个 只要连结在一起 譬如说什么鼓励 也许长辈就会比较愿意去 嗯 就是 还要了解他们的心理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人家叫我们念书 我们也不喜欢啊 所以你是叫长辈说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你一定要怎样 其实人家也不一定理你 你只要给他一个动机 他才会比较想 对啊 就是说 我好好念书的意义是什么 还是要想一下 对对对 所以会怎么样吗 对对对 不然就你也不会很想做这些事情 好 那你原来是功课的背景 对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那感觉上有点像社会服务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奶奶的关系吧 所以后来跑去当志工 那做久了以后 就开始有点感情 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当初 要选要做什么志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很闲 闲到没事 想说去做一些事 刚好我学弟跟我讲说 伟洋我们在养生虫 我去帮忙 那帮忙以后我发现 帮长辈跟帮小孩不太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小孩的志工 可是我觉得帮长辈的会 他会给你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后来出来 创业跟长辈有关 因为他有人生的历练 因为我那时候 跟他分享一些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趁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去做 因为我那时候 很犹豫就跟他讲说 我有点想创业 可是在台湾创业 会被人家小 就是因为你没钱 没有人脉 没有公司要你 所以只好创业 对对对 当然会给你很多 然后家里也会跟你革命 你爸妈来说 给你书念那么大 是希望你找好工作 不是希望你乱搞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一些长辈 长辈就说 就是人生只有一次 你还是要 就是听自己心的声音 所以我就会被他们影响 后来我觉得 好还是自己出来好了 所以我觉得做这种老人志工 其实很多时候 不只是我们在陪伴他们 他们其实也给你很多帮忙 会给你很多想法 我觉得对我帮助是蛮大的 对那种feedback 对对对 就不会是单向 谈谈你的创业伙伴 听说你的创业伙伴很棒 所以让你让你没有办法逃脱 就是一定要继续创业下去 对那时候当完 在当兵 然后因为这个想法 我讲很久 在学校台大就在讲 可是就一直被人家侮辱 就是大家会开我玩笑说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你有钱吗 你有人脉吗 然后你跟老人这个 也没什么关系 好好找份工作 好好找份工作吧 所以其实我一直不敢提 可是因为隔壁研究 是有一个我现在的口方的 就我现在一起创办公司的 那时候我跟他 也不是很敢跟他讲这件事 那因为我当兵的时候 比较有空 然后那时候放假找他出来 我就说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不要笑我 我想要创业 我想做这一块 结果没想到 一拍即合 对他不像一般的就侮辱我 他竟然说 他觉得这很棒 那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他说他是台北 在台北念书 可是他阿嬷在屏东 然后一年见一次 那每次见的时候 阿嬷都会开玩笑说 阿嬷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活着 这样 真的老人家都会这样子讲 都很喜欢用这招 就是让你 鸡鸡 对让鸡鸡鸡藏回去 然后觉得心里很酸 然后他说他听到这个 他听到我讲这个 他就说 哇这个我一定要帮你 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就 很疯狂 就开始找一下帮 就想找个地方开始创业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有空教师 我们两个就很疯狂 就开始做 然后就做做做 做到现在 我觉得有口方德 真的是很好 就是有时候创业 一直到现在 有时候遇到很多困难 心里会 很难过或是怎样 那有一个人陪你 两个在那边疯 你就会觉得 至少有人愿意支持你的想法 对 因为有时候 你再有什么热情 一个人 一个人支持的人都没有 有点硬 因为会冷掉 对不对 还是像现实低头 我觉得两个 对啊 是很感动 因为在 其实在国外很多像 像很多了不起的创业家 他们其实 他们叫Garage 对 在车库 在车库里面 其实都是 很像 那我觉得两个是 很重要 我觉得要是我一个 应该没办法走到现在 那创业的过程中就是 慢慢就会找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伙伴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因为一开始 其实公司很苦 我们一个人拿5000出来创业 5000块 5000块 就当兵存的5000 所以没办法 就1万 然后就是买一些 小零件 才敢用那个付钱 然后都不敢领薪水 所以那时候我也 就觉得 大家敢这样跟着我 蛮有勇气的 我那时候就在 到台大想说要真人 那时候台大有那种 就Joyfe晚会 很多摊子 然后我就去问 然后一个摊位很贵 我也租不起 所以我就拿着我的名片 在路上直接发 然后用大声勾 就说 我是你们学长 我是麻婆科技 就你们 有没有谁想听我讲 就是有点地摊式 对地摊式 还好没被抓 然后后来我发现 我排的前面这群的 还比一些摊位还多 然后我就这样录 然后我后来就录取了几个 然后其实是没薪水的 你的创业故事 真的非常有趣 比一般的人都还辛苦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听到 来我们的妈宝 妈宝 是怎么一间公司 回到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 吴志洋 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的是 马博科技的执行长 顾伟扬 那伟扬他们是创设什么呢 其实就是帮银法处来做服务 他们知道 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 其实要的不是什么礼物 其实就是多看看 他的儿子跟孙子 所以又要克服他们对恐惧 新的科技产品 比如说手机 或者这是APP 很多萤幕都很小 这些APP 其实我们现在是很习惯 但是老人家 他进入有一个障碍 因为毕竟不是在他 从小习惯的那种运作模式 所以他们发现 他们最信赖的 还是电视摇空气 所以他们把视讯 用透过很简单的方式 能够换一个频道 就找一个你的孙子 或儿子 可以自信通话 这是他们创这个 马博科技最先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好 那刚刚讲到他的这个创业过程 非常辛苦 他跟他的partner 非常好的partner 一人出了5000块 筹组一万块 开始要招兵买马 结果发现连这个招兵买马的 租的摊位的钱都付不起 所以他们用摆路边摊的方式 用大声工去找人 结果还蛮吸引了不少的 这个有志之士 来参与之士 来讲一下那时候的盛况 那时候 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他们讲 就是要讲一些梦想跟未来 因为其实这些学弟也是蛮有心的 他们也不是想说只找一件工作 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 我有这个想法 那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可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钱发你薪水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进来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相信这服务也是很好 那其实后来进来的人都是对我们 产品跟服务蛮认同的 那他也觉得进来可以跟着我们 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公司小的好处 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来 所以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不像外面你就是 可能是个很小的螺丝钉 但在这真的是很大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影响公司 很大一分子 所以你们的这些朋友后来 技术的部分也有人负责 那资金的部分呢 你可不可以也顺便跟我们朋友聊 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很多 也有一些idea 一样也是口袋胜不全怪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查 就是有很多创业比赛 那就很幸运 创业比赛 这几年就是因为很多年轻创业家成功 所以我发现就是大家也愿意 给年轻人机会 因为我去填那个资料表 就政府计划的一些申请 那他就问我说 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还真的想不到乱写 就想说成立马博公司这样 结果没想到他还真的让我去报告 那我报完以后他还真的给我一笔奖金 我就吓到 因为我以为不会过 因为我看其他公司都是老牌的公司 所以那时候我去申请就觉得 应该很难 结果还过 那就很开心 然后后来又参加一些创业比赛 我觉得很热情 我觉得我优势就是 他们都说我讲简报很热情 然后就过 然后第一年就 不小心就拿了第一桶金 就拿了一百万进来 然后就让公司可以更稳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 然后还有整个招人 因为你的这个东西是会感动人的 因为就是说 妈宝把妈妈跟宝贝连在一起 这是感动人的 而且以后高龄化在台湾也是 一个很好的意思 对啊 这不是比酷比血而已 这个是真的 人的感情的这个联系 这个真的很动人 那好 那你们 好 你们第一个产品 对 从你第一个产品开始介绍 对 第一个产品就是 马博任一门 那后来就发展了 MarbleGate MarbleGate 任一门就是 对 很简单的装在电视上 然后就可以转到哪一台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我把复杂都在子女身上 也就是说那些设定都是我们 年轻人用APP这边设定 你可以把你自己设定在哪一台 这样 比如说你要设定在第三台 你就在第三台 父母端是简单 他就很简单 他只要转台 然后就可以直接 遥控器你们需要特别帮他设计吗 我们有自己设计一款 因为那时候我到很多长辈家中 发现他的遥控器 很多按键 但很多都长灰尘 在按的时候那几粒 最后我就帮他设定 更简单 就是很大 其实我们要设定 按键也很大 八倍大吧 然后就可以 声音转啊 然后数字 就很简单的功能 而且他上面 国字要标清楚 有有有 然后就绿色红色 主要是多两个按键 绿色红色 就接电话跟挂电话 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其实很多电视 标榜他功能很多 对 就按键一堆 超多 然后老人家不小心按到以后 电视会跑掉 会很气 就是说 怎么按回去 按不回去 按不回去 然后乱调乱调 那个什么HDMI 对他们来说就疯掉 你不要闹了 对 大概会设定 对不对 然后就乱调乱调 什么返回 然后什么很多 AVI 返回跟取消 对 那个太难了 我真的有听过 我们客户就是 还是上一页呢 还是首页 他们都会吓死 他切到HDMI 然后就打给我们 说电视坏 就是很恐怖 我就问他说 你看到什么 他说我们一个H 什么 然后就发现他是按错 按错讯号源 那很复杂 所以就帮他弄 所以有时候 反而简单的东西 符合人性的东西 才是银法族需要的 对 对不对 好 你第一个推的顺不顺呢 还可以 第一个很幸运 因为我其实 没什么钱做行销 可是因为那时候 就拿去给老人家用 对对对 就拿去给他们试用 然后问他们觉得怎么样 那后来比较幸运是因为 我可能有参加一些比赛 或者是演讲 然后就获得一些媒体的关注 就有天下杂志 然后TVBS来采访我 那每次采访我 那个一公布就会 公司生意就很好 就是大家看到 就会打电话 而且你还可以拿着 人家报道的东西去敲门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 影响很大 这个杂志都报道过了 应该不会是诈骗集团吧 对 信任程度很重要 去做这种影法的 其实大家都会很在意 所以那时候 自从天下报了以后 我觉得就很幸运 后面就是 因为台湾也是小小的台湾 所以其实再来就每个月都会有人 就帮我有一些录取 对对对 而且人家就会想 这个题材不错 但是我想报更深入一点 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很幸运 每次一有那种媒体 然后就会 诶 卖得还可以这样 有啦 你这个说实在蛮touch的 就是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应该会有 越来越多的报道 也算蛮好理解的 你第一个叫做 马博任意门 对 然后给长辈用以后 你从用的过程里面 你发现长辈的需求以后 你又衍生出 新的服务 什么东西 让大家 诶 奇怪 诶 居然可以这样子做服务 这个很好玩 就是因为我卖了一阵子 发现 诶 卖得还不错 可是就常常会接到客宿电话 就奶奶 爷爷奶奶 对 她说 诶 坏掉了 装了你这东西就坏了 然后她说 怎么会呢 然后我就问一下 为什么会坏掉 她就说 因为她一直拨给她儿子 或孙子都不接 那我才去后材 看一下原来东西没坏 只是她儿子跟孙子真的很忙 就是因为可能 呃 刚开始人家买 是想说 可能一个礼拜打一次 或多久 一个礼拜打个两三次这样 可是因为有些长辈 一个人住在云林或台南 真的是太闲了 想到就按 照三三打 早上讲完 中午再按 每次吃药 吃完要 都要按 诶 我看看有 看有没有吃药啊 有 所以造成后面就是 子女都跟我反映说 诶 可能真的是 没办法一直接 因为我后来帮她打去 问儿子说 诶 为什么你不接 这样 上班time嘛 那回的时候 嗯 可能爸妈又睡觉了 睡觉了 下班了 然后睡 有些长辈很早睡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怎么协助的 我就想到当时我当志工的时候 我不是在教3C产品吗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长辈根本就是 手机都没带就来问我 或者问一问她 手机就丢旁边 她其实只是要我陪她 因为那时候做志工都是 一次三个小时 嗯 那我常常都聊了五个小时 才可以走 就是他们会 问很多跟3C无关的东西 诶 你有没有女朋友 你在哪里念书 后来手机都丢旁边 不是每个都真的那么爱问 只有有些人才问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 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弄一个 精神或秘书的服务 就可以稍微陪伴 但是不要取代 是个桥梁 那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可是因为很害怕 所以一直筹备了一阵子 因为人很重要嘛 如果人家乱聊我就倒了 那整个制度服务 你都要想好才可以上 所以一直到去年年底 那这个服务就让他上去 就Marble Care 就Marble Marble秘书服务 就是可以帮你的爷爷奶奶请个秘书 那他就是会在固定的时间 打进去跟他聊聊天 问他有什么需求 那最近过得怎样 那其实我们是用很聊天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些单位 有做过很自私的 就拿一张表 打去给长辈 就说诶 你今天怎样就打购二怎样 然后你不接他 一直打给你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就我们不想要这种感觉 我想要是陪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顾客 都是朋友 打去他就说诶 你今天怎么没打给我 就是他会陪你聊天 那一天可能聊个 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 我们是一个礼拜打两次 然后一次大概15到30分钟 然后一个月八次 那每次聊完的过程 会把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记录在手机APP上 那只要你那段只要下载 手机APP就会看到 诶 就今天长辈的状况怎么样 看到他照片笑得很开心 然后他可能讲一些话 那其实都是围绕我在 长辈其实常常也是话题围绕到子女 我就希望可以中一个中间的桥梁 把他们两个连结在一起 我那时候听到一个案例 我还蛮开心的 就是有一个 好 逆称偷倒背好了 然后他是在台南 偷倒背 那他可能就是 因为他儿子是在台北当工程师 那他其实久久见一次 那他以前都会觉得 这世界上没人爱他 那他现在用我们这个秘书服务 他就很开心 就是每天有人陪他讲话 然后他还会去走走 跟我们分享说 他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变得比较开朗 对那我们把这件事跟儿子讲 儿子吓到说 我爸对我都复言 就是很权威式 都喜欢讲负面的话 他打给他 他说你打给我干嘛 可是如果是我们秘书带 他就很愿意分享 那我们发现另外一面 就是头倒背 其实他是对儿子很骄傲的 他跟我们讲说 其实他觉得 他有这个儿子 很有成就 可是他都从来没有 跟他的儿子讲过 就是这样 就是传统的父亲 跟儿子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 可以把他们 我们就把这些事情 跟儿子讲 儿子觉得这很棒 因为他爸爸一个人在南部 他其实很担心 他就有这个服务 他可以多少看到 那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可以结合需求 因为我们聊天过程中 会发现 长辈有什么 因为我们是长时间的服务 我们不是一次就 可能到社区活动 半一次就走掉 我们是长时间 这服务一次签都签三个月 到半年 那这陪伴的过程 你发现 长辈的习惯 他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把这件事跟子女讲 那子女就看他 帮我买东西给长辈 那之前有些 是长辈有什么 筋骨痠痛 还怎样脖子摔 那我们把这件事跟儿子讲 儿子就买了一个产品 给他的爸爸 然后爸爸就说 其实有时候 这很奇怪 有你们这个中介还比较好 有时候父母还不好意思 去 对 开不了口 去拜托儿子做什么 他可能觉得说 不好意思 他全会还要跟儿子讲 他需要什么 这听起来怪怪的 所以他就透过我们这样 所以你这样子做 就等于说 其实你的父母需要什么东西 真的 这是蛮好的一个 不过你这个跟 我们以前想象那个内政部办的 那个关怀据点的感觉 关怀 有点像 好 就是说他关怀据点就是 他里面要有人定期的打给 他那个社区里面 电话问安 当然可能会顺便聊 但是可能不会聊那么久 或者是 不会把你这一端的讯息 告诉他的家人 对 只有连结到一端 对 你这边连结是这样 是比较 比较完整 我觉得连结到子女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连结 当然好像真的是笑到外包 就是有人陪他完全无关 这个东西 我听起来就是要 也是要小心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不要变成取代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子女会很奇怪 就是说 他自己没办法陪 但是当人家好像有一点 跟他的父母 特别聊得开的时候 他又害怕 他会就是说 会爸爸妈妈 被骗起来 所以自己真的要多照顾 对 对 我会说 他会不会比较喜欢别人 不喜欢自己小孩 对 他又有一点那种 又会有这种担心 或者是基督心 所以这个 你们要拿捏这个 不容易 所以我们还改名字 其实原本叫马伯金孙 金孙 对 那金孙大家觉得 好像我被取代 我才是金孙 怎么你是金孙 对 所以我改成秘书 我帮我爸请的秘书 听起来还可以 帮我爸请的金孙 听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现在改叫秘书 就是帮助他解决一些 他平常没办法 他可能很孝顺 可是没办法陪伴 所以我们主打 就是譬如说可以提醒用药 提醒良学压 那甚至长辈有什么需求 我们都可以协助他处理 这样 所以是站在子女这边 代替他做一些事 不是跟你 不是取代你 是代表你去做一些事情 就很多 其实聊天的过程 也是围绕在子女身上 所以就是从原来的马伯任意门 发展到马伯秘书 发现说我只是让他可以通话 就其实常常没有办法通到话 这个时候的空缺怎么办呢 我就发展成马伯秘书服务 先代接 代聊 然后把这个需求告诉子女 或者孙子女 这个真的是也从里面想象出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轻量的照呼 因为我问过很多客户 他就说 因为对他来说 就是每天打开APP可以看一下 今天长辈 因为我们是视讯 其实是有照片跟影像 就很简单 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那他就觉得很开心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这个商业服务模式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请我们的尾扬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顾伟洋 伟洋是马伯科技的执行长 这个公司呢 主要就是在帮父母 祖父母跟他们的孙子子女 用科技的方法 把他们连结在一起 他们第一个产品 就叫马伯任意门 其实用最简单 长辈绝对会用的电视遥控器 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台 跟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 用视讯来对话 那后来他们发现呢 长辈常常播的时候呢 子女正在忙 所以长辈其实有点失望 很失望 买了更失望 对啦 原来不会通就不知道通就算了 现在打了怎么没有接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又想到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暂时代替子女 来做一些服务 对长辈服务 所以有这个马伯秘书的服务 那其实他们也把他们收集到的 有时候父母难以对子女 直接开口的东西 辗转的透过这些秘书呢 让子女能够更了解 他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让他们就会比较顺畅的 行他们的孝道 基本上这样 诶 有没有新的想法呢 还有 还有 还可以发展 发展了一阵子以后 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常常 秘书在跟长辈对话的过程中 发现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当年勇 就是很多故事 他都可能讲一两百遍 可是有些子女会觉得很烦 可是因为我们受过训练 我们就会听 那我每次去看这些记录 我觉得很可爱 我说这故事有些都好有趣 那你把它放在这 然后就记录起来就这样 好像有点无聊 所以那我就在想说 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 请了一个设计师进来 然后把它做成绘本 绘本啊 所以就有一个 Marvel英雄计划 Marvel Hero 然后就是帮长辈的故事 做成一本绘本 每一个长辈的生命历程 都是一本传记 对啊 英雄传记 对英雄传记 就帮他做一个很简单 那时候想法就是 我想要这本绘本是很简单 让他 譬如说给儿子或孙子都可以看到 自己奶奶当初是数什么 或者是他是怎样长大的 然后中间经历过什么事情 很简单的记录 然后用绘本的方式 搞不好子女最想听的是 以前爸爸怎么追 有有有 追妈妈的 阿公怎么追 有一段是爱情的 在讲说他当初是怎样的 很有趣 对啊 我们常常说好汉不说 不提当年勇 可是你会发现 好汉最后能提的 只有当年勇 可能很多勇可以讲 连当年勇都不能提 那我活在还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 所以后来就让他们畅所欲言 对不对 就是秘书计划有在升等 就有英雄计划 那就是透过陪伴的过程 那除了做故事书以外 当然也是陪伴他 有什么需求我们还是会讲 只是有一个主题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因为长辈其实有分两种 有一种就是很 很可爱的那种 阿嬷一打开就 你还要跟你聊天 另外一种是想比较多 你是诈骗集团吗 你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 我觉得用英雄计划就蛮简单 就说我们是 要帮你做故事 那他就很愿意聊 你是请插画家吗 还是什么 那是 画的是插画家 可是聊的是秘书 是分开 他会记录起来给画家画 其实你这本这样的弄好 就是他们的传家宝 对 有些顾客有一次买很多本 他发给邻居 买一个诗本 或者是他的 他的什么 金婚纪念 或者他的什么东西 就可以 发给所有家族成员 其实聊完以后 那个都很漂亮 然后他一次都买很多本 然后给孙子看 孙子就觉得 自己的阿公也没哭 所以你这个马伯英雄计划 有点变成口述历史出版商 对 可以这样讲吗 一点点 那主要是陪伴 我觉得重点是陪伴 陪伴才是关键 就是让他更舒坦的 去面对他高龄化的一个 对 对 他的故事 有人愿意听 有人买账 有人觉得他是英雄 这辈子就值得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听说 从原来你们两个创业的 现在越来越多伙伴 认同你们这样子的理念 对 参加你们的这个公司 是不是 对 我们一开始两个人吧 那这段过程当然是 经历过那种 很多人进来 又很多人走 因为其实创业 他们在讲说 前三年的那个 百分之七十的态患率 就你只会留三个 因为大家进来会走 因为你薪水不高 工时又长 然后又不知道未来 不太清楚啦 那所以就 那我很幸运 这段时间当然也一直流动 那现在就有七个 大概有七个人这样 然后还有加上五个实习生 其实我们公司也蛮多人的 就是大概有十二个 有实习生啊 有实习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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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需要的人才也蛮多的 从你刚才发展出来的 这些里面 还是第一个技术还是要有 对我们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工程部 工程部 主要是做工程部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服务的那块 就是有很多社工护理背景的人 对 那当然现在还有设计部啦 就是因为有设计师 要画那个插画 对对对 属于文创之类的 对对对 那其实现在就是 刚好我在立法院 一直直询 就是将来台湾走入高龄化社会 我们推出的这个长照的计划 里面有很多的 长期照顾的人力需求 其实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注意到这一块 因为将来 一定会很多人想来你这边实习 因为对老人家的 亲身的陪伴跟照顾 如果你连透过视讯去服务 都都秀卡秀去 大概不想出力的话 大概也很难期待他 以后真正会愿意投入这个职场 我觉得本人是最好的 我是赞成的 可是因为人力其实是非常不够 我之前有听过 一个基金会 我不讲名字 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做一些 关怀服务 到长辈家中去关怀 那很可惜 因为他们现在人手不足 所以很多长辈 其实是两个月或一个月 才去看一次 那这中间可能会发生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干嘛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人力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还希望透过我们的服务 其实你是可以 一个月其实可以看好八次 你就可以知道 他现在目前状况怎样 那如果有需求 你当然可以再派人去 我想你这个服务 如果能够扩展的话 应该要 还是要跟一些相关的团体 做合作 像我们台湾有哪一些 比较有实际的 绩效的一个相关的团体 在关怀这个音法组呢 现在 基金会做简单的合作 就是 还有照顾者协会 就是他照顾者协会 我们就跟他 他们有一次电话问案 我现在就给他几台 直接变成视讯的问案 就是看到 帮他处理一些网路的问题 然后帮他处理一些 因为有些长辈是不太喜欢 人家走到他家中的 然后你听电话 有时候你也不太知道 他的状况是怎样 因为长辈有时候 不太会叙述自己的状况 那其实有视讯 他们比较愿意 也可以促进 他们愿意走出来 那他跟你如果是朋友 他也比较 你看到他的脸色 然后见面三分寝 其实是有一点 不一样的那种光环 我觉得 所以原来的这些服务 有在服务这个 银法组的 他也可以透过你的科技 当然 帮助他的服务 跟进步 因为你有时候 只听到声音 没有看到影像的话 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是变成 你要去人家家里 有时候人家 又不愿意你进到 有些长辈不喜欢 而且进去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所以视讯反而是比较好 对啊 因为我们服务的长辈 主要是健康的 就其实他也不需要 我帮他怎样 因为台湾其实现在老人 其实75%是健康 跟亚健康的 我是觉得把这一块 先顾好比后面 那个重要 因为如果你这多配方 我看过很多论文 其实长辈只要 多聊天很开心 那个忧郁症 跟什么病发率 都会下降 所以我一直想把前面 这块 心情影响健康 对啊 老人家最容易 心情不好 就是寂寞 对 寂寞 所以这个 所以你的功德很大 希望 因为 其实听众朋友 听到这一集 其实你可以 再想想看 将来 很多人都预测 大概照顾事业 照顾相关的事业 应该是 非常大的一块产业 那所以 其实年轻人 也可以考虑 就从事这个照顾事业 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方法 不像你们以前 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好像是要做苦力 对 劳力 这个很辛苦 现在有很多方式 可以陪伴他 对啊 你们这几个年轻人 也是快快乐乐的 对啊 人家只有 一个 爷爷奶奶 你有 好几个 我们公司的人都会跟我讲说 陪长辈聊天 有时候他们也很开心 就是互相分享 然后一次照顾好几个长辈 而且可以从长辈那边 听到很多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一些道理 都可以从 我们有一个经理 他在处理事情 然后就不太如意 他就跟那个爷爷讲 爷爷就跟他讲说 要怎样 不要想太多 真的是可以有帮助 我跟你讲 这样做就对了 真的是有 活到那个 真的是比较有经验 所以其实照顾 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 严肃 或者是非常辛苦 你可以有各种方法 用科技 然后健康的老人 也需要人家 对 当然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去多想 好 那我讲 你这个这么棒的 马博科技 MarbleGate MarbleCare MarbleHero MarbleHero 就是 马博家 很多东西 马博家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互联网家 什么 马博家 可能还发 还有 不知道未来 梦想中还有出现什么 梦想中 我那时候是想说 把MarbleHero再进化一点 就是 未来可以 也许在电视上 跟长辈一起做画 就是 那个插画是跟他一起做 假设他是说 他说他属牛 那可以 也许可以 就直接设计给他看看 他喜欢哪个牛 或者是让长辈来选 之类的 或者 长辈自己动手画 不用他讲 我们把他弄一个荧幕 在荧幕上 或者是 玩游戏 我在思考 就是 就是秘书这个过程 是不是有可以更多 透过科技 有更多陪伴 一起下象棋 就是互动的过程 不是只有聊天 对对对 我觉得未来 我应该会加入更多 的东西 你讲一下下象棋 还真的 很多人喜欢下象棋 下象棋 就是他讲怎么走 就怎么走或者用那个遥控器 走也可以 我在想 对对对 不是还有三缺一麻将 对 很多 看怎么弄 这真的很好玩 所以 其实这个 我们伟扬的这个 麻婆科技 我觉得 虽然现在 规模还不是很大 不大 但是 你可以从5000块 1万块 的提案 可以获得后来的资金 挹注 以及碰到一些贵人 引荐很多的资源 就是大家都看好 希望 我们节目最后 拜托你再讲一下 有没有 你们这么多服务案件里面 讲一下 也许不方便 名字就不用讲了 就是特别感人的小故事 特别感人 就是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 妈宝到你家 有一次母亲姐 还有父亲姐 那就是 如果那个时期买的 我们就会本人到家里 陪她一下 那我就刚好那次 我就刚好陪她去桃园大园 有一个奶奶 那她一个人住 我就进去看她 那我们就帮她把 那个设备做好以后 我们就让她 女儿打进来 因为她其实 还蛮多话的 一直讲 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住 看到我们很开心 那她女儿就从美国 打进来 打进来以后 一打进来她就一直哭 那个奶奶原本很开朗的奶奶 就一直哭 看到女儿就哭 对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 然后我想说 我就叫她女儿讲话 我说 小姐你讲话 然后小姐都不讲话 我想说这是什么状况 是我东西坏了吗 就是她女儿就这样 就是比一个虚的手势 然后就挂掉了 然后后来她就传给我说 她如果讲话 她妈会哭更惨 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是可能她们真的是 因为我不知道她太久没见 太久没见 所以那一打开 那个阿嬷整个反应 让我吓到 她从一个很开朗的阿嬷 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儿 那个花瓏 然后就 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就在现场 就看到她忽然变一个人 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发生什么事 就是 然后我就后来问她 她就说她怪她自己太开明 就让三个女儿都嫁到国外 她早知道就不要 就全部都留在身边 要强留一个 结果她现在一个人 就一个人坐在那 那我觉得这是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东西 是可以真的帮到他们 所以 由你刚才讲的那一幕就知道 这个 父母子女之间 那个感情是非常深厚 所以当大家突破一些尴尬的时候 突破状态也特别高 所以你们做的就是一个 真的最好的润滑剂 我们节目最后还是要讲 其实 过去就认为大家使用科技 真的把人跟人弄得很远 因为大家都在玩科技 那事实上 韦阳他们在做的就是 利用科技 来拉进去 把人跟人拉进 甚至化解不可能的误会 或者是不可能的 化解的那种 这个僵局 那种僵局 就打破了 你们虽然不是金孙 但是真的是 福将 也许有冷战 也许有一点冷战 我们是福将 谢谢我们伟阳提供 马波这么好的 马宝科技 谢谢我们节目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周再见 伟阳跟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